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水客什麼都帶 其中帶手機過關經常有 大家都知道 還常被海關捉 帶新機舊機都有 近日有個本地男子聲稱誤信身相識的朋友 將58部手提電話交給對方 要求對方今個月10日帶到內地變賣 並承諾提供2600人民幣報酬 即是2,600人民幣代工費 誰知有人中飽司郎收到電話後 未有延伸 更惡清手機被海關扣查和被人偷了 被市主釋穿後 對方只還31部電話給他 其餘27部一直沒有還 涉及金額189,000元人民幣 即是7,000人民幣一部 應該是新機 更可能是iPhone或三星之類 被人食甲軍 市主決定向市警報案 調查期間 涉案人士到市警自首 可能搖底 聲稱27部電話已經內地變賣 成功套現62,000人民幣 其中12,000元已經用作還債 涉案男子姓吳38歲 澳門居民報稱無業 警方詐騙罪對他落案起訴 而交了檢察院 其實水客圈中 不少人專門帶貨過大陸 收回大工費 就算被海關沒收 也不用負責任 不過通常都是找些經常合作的熟人帶 不怕你走路吃甲棍騙你 好奇怪 這宗案這批貨幾十萬不少 找個新相識的朋友去帶 或是誤信朋友介紹 或是另有內情 真是不得而知 而且帶費是每部機 45元人仔 好像便宜了些 因為這部機都7,000元 以及食人甲棍的又說 以62,000元 即是三分一的價錢 賣完27部手機 真不真 這麼便宜 很多疑點 好這集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